那我們今天要上課程的最後一部分 今天我們要教一個最特別的神經網路 叫循環神經網路 然後除了循環神經網路 我還要教大家一個東西叫注意力機制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兩個東西它到底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這兩個網路是之前完全沒有看過的網路 它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在上個禮拜我們有注意到說 這個我們在做語言處理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能力把單字變成了一個向量 單字變成一個字義了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仍然沒有辦法解決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考慮文字的順序 以及 它的這個文章的長短它其實是不等的 不等長的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我們現在必須 我們現在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我們要考慮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需要有一種記憶結構 也就是說 我掃過 假如說我現在在做捲機器的時候 我上一個 我上一個就是捲機 呃 就上一個掃過的位置 其實它是不會記憶的嘛對不對 它就是不斷的跟當前的特徵圖做內機 那內機完之後就得到答案 那至於它上一個 它上一個這個 呃就是 它上一個掃描過什麼字 它看過什麼字 它就忘記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可是現在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想要把東西記下來 那記下來的格式必須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大家要想的是這件事情 好那記下來的格式 必須長成固定長度的向量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 因為我們那個函數解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類捲機核 我們現在就叫做類捲機核 這個 這個什麼類什麼東西喔 這個是我大概幾年前就已經寫下來的 絕對不是超最近的類火車之類的 噴啊 這個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 就是 我們的這個類捲機核 它畢竟就是一個數學結構嘛 數學結構意思是什麼 它沒有辦法去改變它的 input的size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可以去指定 它的一個part 是 收集新的資訊 那一個part是 使用記憶資訊 那這個記憶資訊 在掃描過無論幾個 無論幾個這個 幾次的這個東西 它都必須保持同樣的input 好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 假如說 記憶的特徵長度 固定為100 那無論你記了幾個字 你還是要用那100個 向量去描述你記了幾個字 好 如果你聽懂了我的意思之後啊 你就知道我們的記憶單元 你可以設計成這個類 類似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你的input 同時是一個 你當前的x 還有 你之前的記憶 然後你把它們兩個 合在一起之後 這個合在一起 可以用串聯 也就是類似Dense Connection 那種方式串聯 這邊有一百圍的向量 這裡有一百圍的向量 它的輸出可以是一百圍 再加上這個一百圍的記憶 然後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一起傳過去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你有聽懂的話 你可以把它數學式寫成這個樣子 來 大家看著 HT1 和 HT-2 H就是這個 進來的這個東西 把它們兩個串聯 串聯之後 變成一個Q向量 這Q向量一起經過一個 L function 也就是一個線性運算函數 變成一個P向量 這個P向量 經過一個非線性轉換 變成下一代的H H H就出去了 HT-1就出去了 那這個H 也直接丟給下一代的 這個捲機核 繼續 HT-1跟HT 把它合併在一起之後 再經過L function 再經過非線性轉換 變成HT E 此類推下去 那這個W 要注意 這個W在每一個單元裡面 都是共用的 不然這就比較捲機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你針對每一個字 你應該要用同樣的權重去處理它 好這樣的結構 是不是就是帶有記憶的結構了 好這邊 這邊可以了解吧 快樂已經從跑哪去了 那快樂已經從跑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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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吧好吧 現在大家都喜歡這個樣子 好那就這樣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知道 這樣就是一個記憶結構 我們先不要管說 程式上怎麼實現喔 當然在概念上 大家可以理解 那我們就繼續 好那但是這樣的結構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 如果 你的記憶 累積了100代 那你還記得你第一個單字 到底是做什麼嗎 你是不是非常難 好我們這邊來 往前看一下 我們如果 INPUT的 這個記憶的 比例 記憶跟這個 這個 當前輸入的單字 要合併在一起 進行運算 對不對 那這個合併在一起 進行運算之後 咧 他們的 他們誰比較重要 組成新的information 他是靠這個W來決定 而這個W是固定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W在學完之後 在這個W固定了以後 就是你training完之後 這個W是不是就固定了 那這個W就會決定說 你是吃百分之幾的 記憶加上百分之幾的 X 那主要說這個百分之幾 這個定的是百分之五十好了 主要說你要形成這個新的H 你的你是用百分之五十的 上一代的H加上百分之五十的X 合併在一起成為下一代的H 如果你定出來你的W 隱含著達百分之五十的資訊 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W無論它有多少 總是它需要一個比例啦 這樣懂我意思 而且 X的information鐵定不為零 鐵定不為零 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隨著 你H越來越遠 你拉得越來越遠 你的記憶 在X1 就是你第一個X 所佔在 當前記憶的比例 就會不斷下降 大家可以這樣想 一開始的時候 X1 X1 是佔百分之百的資訊 因為現在沒有記憶嘛 對不對 到下一個X2的時候 X1 就只剩百分之五十 在下一個X3的時候 就變成X3 百分之五十的X3 加上百分之五 二十五的X2 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X1 在下一代呢 百分之十二點五的X1 加百分之十二點五的X2 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X3 加上百分之五十的X4 所以這個X1的 Information 它所佔整體記憶的比例 它會不斷的下降 那這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這樣的結構 太粗糙了 它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也就是記憶衰減問題 好 可是現在問題出來 你的維度固定就只能夠是 兩百 一百加一百 維度固定就只能兩百 你這個W 絕對不可能權重 你不能說剛剛我紀錄兩百 剛剛我一百 之後我變兩百 那這樣我W的形狀不是要改變嗎 我W的形狀要改變 我就沒有辦法training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都必須接受一個事實 就是記憶一定會衰減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記憶一定會衰減 是我們必須要承擔的問題 因為我沒辦法去改變W的形狀 那既然G一定要衰減 我們可不可以給它一個替代的選擇 也就是說 我不要讓它固定衰減百分之五十 而舉例來說 前面假設 上一個單字如果很重要 舉例來說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字 舉例來說 以醫學領域來講 舉例來說 我看到這個癌症的單字 那這個可能就對 我要做的任務非常重要 那我就必須把它記住 可是如果看到一些像什麼 一個意思 或是這個B動詞 或者是一些助動詞 這些turn是不是就很不重要 那我是不是這些turn我要把它遺忘掉 這些turn 我的記憶 就只要保留那些重要的information 那如果我看到了新進來的input 是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字 我就想要把它捨去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前面 增加一個結構 讓這個AI自己去判斷 這個新的input 它是不是沒有那麼重要 那如果它沒有那麼重要 我跟舊的data合併的比例 我就要減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讓我的記憶 去保留一個比較重要的information 這樣就可以比較大的程度去減少 這個記憶衰減問題 好那這樣的一個想法 叫長短期記憶單元 long short term memory unit 好大家注意件事情 我現在講的這些東西齁 你就算沒有辦法 等一下數學式的部分 或者是這些部分 你沒有辦法理解 你還是要follow我的邏輯 也就是說你必須清楚的知道 這個 我們為什麼一定需要 我們為什麼一定需要一個有記憶的結構 因為 在做文字分析的時候 上下文的information是關鍵的 所以我需要有記憶結構 不能再用傳統的卷機器 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你又必須知道 由於神經網路的限制 所以我的權重是無法改變它的形狀 所以我必然會產生權重衰減問題 不是權重衰減 記憶衰減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必然產生記憶衰減問題 我能夠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把不重要的東西遺忘 但是重要的東西要記起來 因為我一定會忘記東西 但是那我就忘掉比較不重要的東西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才發展出一個 Long Short Term Memory Unit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的簡稱叫LSTM 有時候你可能會看到這個Turn 它被引用次數也非常多了 雖然說1997年被引用1萬多次 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數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看到這個結構 你就會覺得非常害怕 跟剛剛比起來是不是非常嚇人 那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看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沒有那麼嚇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Input變成兩個 這兩個Input 變成是一個 你把它想成一個是這個短期記憶 一個是長期記憶 短期記憶我們把它叫做H1 H 短期記憶叫H 長期記憶叫C 這樣可以吧 這裡是H這裡是C 這裡是X 這樣可以吧 好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個 我們現在先不要管 短期記憶跟長期記憶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現在看 假設我們的類卷積合 我們現在類卷積合 我們直接把它換名字啦 就是LSTM 我們LSTM的Input就是三個東西 一個是 上一個LSTM給我的短期記憶 跟上一個LSTM給我的長期記憶 和當前我正在看的單字 總共就三個Input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首先 我要先把當前的短期記憶 跟當前的X 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個合併的方法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串連 串連就是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可以吧 就是上下把它結在一起 一百圍的向量加一百圍的向量 合在一起就變成兩百圍的向量 這樣兩百圍的向量 我要先經過一個 這個GATE 這個我們通常把它叫做門 這個GATE 這個GATE 決定 這個GATE 運算之後 出來的這個information 它經過SIGMOID的轉換 SIGMOID的轉換就會變成0到1之間 這樣可以吧 這個0到1 這個0到1負責做什麼事情呢 負責讓長期記憶做衰減 這個長期記憶必須乘上這個GATE 這個叫FORGOT GATE 這樣可以吧 FORGOT GATE 就是一望門 我要決定 我要忘記多少長期記憶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 如果今天input是一個B動詞 或是助動詞 那我FORGOT GATE 我是不是就要讓它保留大部分的information 我不要讓它忘記 那如果我今天出來的一個單字 是一個很重要的字 JORGOT GATE 是一個 JORGOT GATE 癌症相關的字 那我前面都是一些B動 那我是不是就要讓它忘記多一點 因為我想要把新的information input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接著 它必須經過一個 額外的運算 就是一個高階特徵的擷取 你把它想成 這就是一個內機加飛行機轉換 然後再加上一個 自己的 這個 WAIT GATE 那這個WAIT GATE 這個GATE 決定長期記憶要保留多少 這個GATE決定 我的短期記憶要保留多少 這樣可以吧 好 你這兩個GATE的形成之後 你可以把這兩個向量相加 相加之後 你得到的information 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就得到了 一部分的短期information 跟一部分的長期information 那長期information 跟短期information的占比 由 當前的短期記憶 和當前的input的決定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得到這個information之後 你一樣再做一次 這個就是當前的長期記憶 下一代的長期記憶了 這個是直接傳出去的 好接著 你必須用你的長期記憶 來產生一個飛行機轉換的函數 然後得到一個 當前的information 這個當前的information 必須再跟 另外一個GATE做一個相成 也就是說我到底要保留百分之幾 這個長期記憶 必須留下百分之幾 作為我的當前output 跟我下一代的短期記憶 這樣懂我意思了吧 好所以大家必須了解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當前的短期記憶 它是什麼 上一代的input 當前的長期記憶是什麼 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 那當前的X 必須跟當前的上一代的input 合在一起 才能進行下一代的輸出 Q Q 必須先產生一個 這個 抹去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先產生一個A1 這個A1 是先經過L function 做線性計算之後 再經過SIGMOID function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這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需要跟我們的長期記憶 C 做一個相成 變成一個CHOT 得到一個暫存的長期記憶 這個暫存的長期記憶 除了這個暫存的長期記憶之外 這個當下的這個X 跟 產生的這個Q 他需要經過一個GAT 加上一個 這個 飛行型轉換 所以他必須得到一個L2跟一個L3 他得到一個A2跟一個A3 這個A2跟A3 兩者需要相成 經過變成一個S 而這個S跟 暫存的長期記憶 必須相加 產生下一代的 長期記憶 這樣都有意思 所以你的CT-1 就變成CT了 這個CT必須承接給下一代的LSTN 這個CT還必須進行一個 非線型轉換運算 非線型轉換運算 得到一個O 這個O 必須跟當下的E1GAT 這個E1 這個一樣下一個GAT A4 A4是經過一個CMOD 把它相成變成下一代的H 這個H就輸出了 然後並且成為下一代的短期記憶 好 所以整個網路的結構 就長成這個樣子 它的數學式 就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總共有幾個W需要選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我們總共有四個W需要Learning 那這就是我們的長短期記憶單元 它所要的結構 這樣的一個結構 在掃過前面的字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前面的Information 它就不是一般的捲機盒 它是帶有記憶的捲機盒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的結構確定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結構 把它用函數把它寫下來 好 大家完全不需要去記住這個 這邊是怎麼寫的 你只要用就好了 好你只要用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複製貼上就好了喔 好複製貼上完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現在就知道 這個如果你今天輸入了 T一個單字 你就可以有一個LSTM 這樣往前掃到後面 這樣每一次 這個LSTM 是不是就記得前面的Information 這樣可以懂我意思吧 這個LSTM 是不是就記得前面的Information 它也記得這裡的Information 如果它還沒被忘掉的話 好 可是 這樣只有上文 沒有下文 我們在看單字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 有上下文的這個 我們都要去截取它的Informa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我們 LSTM是雙向的 我們需要這樣一向 這樣一向 然後再產生高階項量 讓它之後去做運算 所以我們的 LSTM Layer 它必須長成有雙向結構 好同樣的部分 這個部分 你只要複製貼上就好了 完全不用管裡面寫什麼 你完全不用管裡面寫什麼 你只要知道那個概念就好了 裡面寫什麼 這件事情我已經幫你寫好了 等你Source 了以後 請你 請你借用上週的數據 進行實驗 然後你要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怎麼使用LSTM Layer 你會發現 跟 Convolution Layer 那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用起來不會很難 請你在複製貼上這裡 這是上週的練習題喔 好請你直接複製貼上這樣就可以了 它需要做一些文字的處理 我們先不要管它 我們先讓它複製貼上 結束之後請你去定義你的Iterator 這個Iterator也沒有那麼難 好這個弄好了以後 你來看一下 先前我們是不是Data進來 然後要先經過一個Embedding 經過Embedding之後你看 Embedding直接丟給LSTM Layer 你只要去指定它的Number of Hidden是多少 50 就是你需要那個filter數目是50 然後你需要告訴它你的長度可能是200 注意件事情在做卷機的時候 是不需要去指定它的長度是多少的 當然LSTM我們需要 接著你可以指定一些什麼 它是第幾層 它是第一層 Drop Out Rate是多少 它要不要Inverse Inverse就是它是不是要雙向LSTM 要不要前後文都看 你這樣得到LSTM之後 你看你後面的過程 就直接Pooling 後面就是完全一樣了 所以這個LSTM Layer 其實沒有很難用對不對 裡面的數學可能很複雜 你要寫出我剛剛的這兩個函數 那當然是很難的 有90幾行嘛對不對 但你要使用它其實不難 你就直接用它就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 帶著記憶的 帶著記憶的卷機盒 我們來進行運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把 那個 這個這些全部都弄好 好這些全部都弄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training我們的model啦 好我們現在可以training我們的model 我們就讓它training 那我們讓它training完了之後 我們可以不要忘記 補上我們的Invading的權重 我們就可以做預測了 好那我們先讓大家到這裡為止 好不好 我們先讓大家 就是開始training這個model 那讓你知道說 LSTM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好不好 好那這個model training完之後 這個 就是我們預測的時候 我們一樣需要把 就是 embeding的weight把它放進去 這個 這個是 MXNET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的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預測了 這個 預測完之後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 0.983 這應該是 我們上一節課都沒有做出 這麼好的結果吧 對啊 欸這個 這說明著什麼意思 欸這個LSTM在分析文字上 真的是有點 有點搞頭 不過你仔細想想 上一節課我們都是做 關鍵字的分析而已 頂多加上關鍵片語 好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LSTM需不需要 用片語結構 它是 它需不需要一次看好多個字 需要 可是這裡沒有啊 這裡沒有欸 你還記不記得之前有 多重 多通道結構的時候 好像不是長這樣子的 這裡LSTM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它沒有就比 有來的更好了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它本來就會自己記了 它本來就會自己記得它的上下文 對不對 所以注意喔 如果你要 LSTM其實 如果你用的是LSTM 其實你就不用管片語 為什麼 因為它會自己決定什麼字要記下來 對不對 我這邊舉個例子 如果說Chronic kidney disease 這個片語是重要的 那看到Chronic 加上Chronic 可能本來原本不是一個什麼多重要的字 但它看到Chronic kidney 它在看Kidney 又看到Chronic的時候 它可能兩個都自己記起來了 這樣都會是 因為它會有 記憶結構 所以具有記憶結構的卷機單元 這種LSTM 它其實是不需要做片語分析的喔 這件事很重要 好如果你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 喔那所以說 呃這個 呃就是 我們如果 未來如果使用的是LSTM 我們其實根本不需要做什麼 先做什麼斷詞啊 先做什麼 這些有什麼的操作 我們就直接用就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反正它自己會記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 練習題是要什麼 練習題是要重現LSTM 單元推理過程 你必須要把這個model training完 你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那我要跟大家講是這個東西很難啊 所以我們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們給大家 10分鐘的時間 稍微貼一下 大概感覺一下 那我等一下 一步一步 告訴你們說 到底要怎麼做 它難在哪裡呢 難在你需要非常清楚 前面的這個 好幾個GET 它分別在做什麼 那你才知道 最終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好不好 那我們 這個 這個給大家 這個 稍微給大家時間練習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 這個到底要怎麼去 怎麼去做 好 我們的 注意我們的Input 長得這個樣子 我們想要 用前五個單字 來做運算 我們來看一下 前五個單字 的Input 跟Output的分別長什麼樣子 前五個單字 的Input長這樣 00000 這麼不巧 剛好全部都是0 那 好沒關係 suboutput 你可以看到 雖然說前五個單字 00000 但是 這五個0 它的輸出是長不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就非常有趣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讓它 你看同樣的Input 全部都是0 但它的輸出 就不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啊 好我們首先要先做 embedding 那注意我們要先 我們要加1啊 所以說 這樣我們才可以拿到 這個 embedding output 這個 embedding output 它的應該全部都是0 因為這五個單字 它的 那個都是0 都是空字元嘛 所以它的 embedding全部都是0 好了 embedding全部都是0了之後 我們接著就是 一個字一個字來做 那我們首先 我們要先 橫上這個 正向的 li 它的 這個weight 然後變成 這個 i to h 這個i to h 我們 就是我們的gate 這個gate 總共有200圍的項量喔 那這個200圍的項量 我們要把它分成 1到50 51到100 101到5 150 151到200 總共四個 一個 第一個要經過 ingate 是這個 這個 sigmoid的函數 這個是要拿來給 長期記憶做forgot的喔 這個是短期記憶的 這個 飛行器轉換之後的 這個結果 是intransform 然後 跟forgotgate 是給 這個短期記憶 這兩個相成的 然後 這個東西是 長期記憶最後要做 這個 最後要再做一次 這個衰減 然後來做 這個 預測的 好 這四個得到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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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要做 nextc 就等於 ingate 乘上intransform intransform intransform是 我們的那個 短期的 這個 短期記憶最後的 合併出來的結果 然後 這個 這個 outgate 要跟這個 就是 nextc 要做這個 就是 合併之後 接著再產生 next h 好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目前對不對 這個next h 就是我們的 這個第一個的 output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output 對不對 好你會發現 完全一樣對不對 好因為我的這個 training model 這個結果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 這個數字可能會 跟我的不一樣 但是我的這兩個 是完全一樣的喔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如果了解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 那第二代的 就會不太一樣 因為 它還需要 forgotnext 和nextc 合在一起 這樣才會產生下一個nextc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本來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它第一代 沒有 它沒有上一代的長期記憶 所以在這裡 我們還不需要去做 處理 好那這樣子 i.2的時候 我們這樣做 那我們再看一下 next h 答案是不是跟我們的 是不是跟我們的 這個結果是一樣 next h 在這裡 那我們的sub output 第二個output 答案是不是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吧 這樣就說明了 我們非常清楚 這個lstn 它是怎麼去做 預算 好如果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 用回圈把它完成 完成 好用回圈把它完成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myoutput 它長的這個樣子 那我們的 suboutput 好看到了吧 它長得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既然長得完全一樣的話 你就知道說 喔原來 這個lstn它是這樣完成的 所以請你 如果說回去的時候 你不 你實在是 你對這個東西是有興趣 你是想了解的 但是你拆這個結構 你覺得太困難了 那請你 使用我們練習題的答案 去試著 解構說 它到底是怎麼運算的 它的這個fogat gate 跟in gate 這些 跟這個就是out gate 這些東西 它是怎麼去 對這些數字進行處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 我們來交一個新的 單元 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 lstn有一些 非常 redundance的部分 哪些地方是redundance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這個部分 好首先 分成短期記憶跟長期記憶 這件事情本身 是不是很必要呢 好像其實沒有那麼必要 為什麼 你看一下 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 差別在哪裡 差別只在於 它多了一個gap 對吧 它多了一個 要乘上一個 這個就是 就是 稀釋的比例 只剩下這個東西而已 差別只在這裡 好 除了這個差別以外 還有一個地方 是redundance 這裡 就是 你看 長期記憶要做一個 權重衰減 短期記憶也要做一個 權重衰減 再把兩個相加 那這兩個 為什麼不能加起來 是1就好了 如果他們加起來 是1就好了 那我只要算一次就好了 算一次就好 我另外一個 就用1減它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我們就發展出一個叫 GRU Gate Recurrent Unit 這是一個2014年發表的研究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東西就可以整合起來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LSTN的變體 它是怎麼做的 我們再看一次這張圖 這次記憶只剩一個了 記憶只剩一個 H1 H了 好 這個H要先跟X 先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之後 產生兩個Gate 一個是 這個 一個 這個算是 ForgotGate 一個算是 InGate 好 這兩個Gate 得到了以後 短期記憶 這個 當前的記憶要先乘與這個Gate 再和 現在的Input做合併 做合併之後 非進行轉換完 產生出來的數字 我們要跟當前的這個Gate 做合併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Gate 和 1減這個Gate的結果 把它兩個相乘 那這兩個加起來就是百分之百 這兩個加起來百分之百以後 這兩個 相加 最後出來 就是它的記憶 那這樣的一個 GRU 是不是 比起LSTM 它是不是就 權重只剩下三分 四分之三 然後只剩下四個 三個 要運算的部分 然後它的記憶只剩一個 本來記憶有兩個 剩下記憶剩下一個 那這樣它是不是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有個好處 運算速度也會比較快一點 這就是 這個GRU 它好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實現 GRU的數學是 一樣 X先跟H合併在一起 變成Q Q我們要先經過 我們要產生兩個Gate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A1 一個A2 那A1呢 它需要乘上當前的H 乘上變成一個 下一個暫存的H 暫存的H 需要跟X 合併產生Q 在這裡 我們要需要 跟這個合併產生Q 在這裡 然後去產生這個 飛行運轉換 那飛行運轉換變成A3 這個A3要乘上A2 這個A2 然後和A2 1-A2 要乘上這個HT-1 兩個相加 也就是下面這個部分 A2乘上A3 加上1-A2 乘上 上一代的H 變成下一代的H 好這個樣子 你看了這張圖 描述下面的數學 是我希望大家 對這件事情 有一定的 這個就是 理解能力 你如果還是沒有辦法理解 可以回去稍微再看仔細一點 這樣就有辦法理解 好那我們 了解這件事情之後啊 我們其實 講真的你也不需要太了解 因為一樣 我們的GRU-Gate 我們可以直接 複製貼上 我已經幫你寫好了 我們這次只是要把 前面的LSTM-Sale 改成GRU-Sale 然後把 LSTM-Layer 改成GRU-Layer 這樣夠簡單了吧 好了我們一樣 Source Source完了之後 我們要改的地方 一樣我們只要改 Modrock-Teacher的部分 我們本來這裡 Embed-1 是接LSTM-Layer 變LSTM-1 然後LSTM-1 在丟回Max Pulling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要改成 GR 這邊改成GRU-Layer 然後輸出GRU-1 然後把它改成這樣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我們這裡只需要這樣改 我們只需要改完這裡 欸請你看到只有改這行對吧 改完這行Source 好Source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training了 好我們就可以training了 啊一樣 這個training需要花一些時間 我們讓大家進行一下這個就是 呃實驗好不好 那最後一件事情 GRU它一定會算的比較快 所以你看 之前LATM 它每秒鐘只能處理100多個樣本 它每秒鐘只能處理100多個樣本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GRU 欸怎麼好像變慢了 它一開始速度會稍慢一點 我們等它run一陣子再看看 好那我們希望大家 一樣把GRU的這個模型來做一個 就是來做一下GRU的模型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odel已經training完了 那我們training完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performance怎麼樣啊 欸稍差一點 但沒有差很多對不對 好但是你考慮到GRU其實 呃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GRU跟LATM他們基本上類似的東西 他們的概念是一樣的 他們只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那那個小小的差別可以讓它運算速度更快一點 那這 所以說其實 重點其實 呃這兩個東西其實很像 你要用誰都可以 那 講真的在醫學領域啊 這個運算速度可能不是重點 重點可能還是準度 那他們兩個準度差不多啦 所以他們是同類同個level的東西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目前為止 呃我們在疾病分類都有非常 這個好的表現 那不管我們是使用卷機盒還是LSTM還是GRU 那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們 為了在運算的時候產生固定長度的向量 我們使用了Max Pooling這個具有強烈迫害性的結構 那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們把每個單字 最後我們還是合併成一個東西了 所以說他的模型本質上還是 找關鍵字跟片語 那抽取特徵技術越來越好 而已 就這個樣子而已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啊 就是自然語言處理的任務啊 目前啊其實有非常多相關研究的 那大概在2018年的時候 有一個研究 叫這個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這個Paper我給大家看一下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這一篇研究至今被引用了4萬次 這篇研究可能是最近自然語言處理 最重要的突破 那這個 但是那個研究實在是太難了 我這邊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 我這邊可能沒有辦法很快的交給你們 告訴你們說是怎麼做的啊 那這個就有興趣大家在自己研究啦 這個 但是你要學到下一個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這篇Paper的話 你必須要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叫注意力機制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不管是 LSTM還是GRU 它都是上一代的文字處理技術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啊 我們手上有的運算資源 要訓練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次世代的 這個 這個 戰元模型 其實是幾乎不可能的 那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這樣的一個研究 它運算要 它要的運算資源可能是幾百張GPU 才有辦法training出來的模型 當然它training出來的模型很準 但是 要的運算資源也非常的誇張 所以說 對於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那樣的一個研究啊 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是 你有興趣你可以研究一下 但是實際上 真的 你要實用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來學一個 除了 LSTM還有GRU以外 一個新的 也可以做自然源處理的一個東西 叫注意力機制 但是 這個注意力機制 是在做什麼咧 就是我們 之前在做 特徵工程的時候 我們還是使用Max Pulling 因為我們想要把它抓住 我剛剛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我們的癌症的字 你看到最像那個字 你把它留下來就好了 剩下你其實不用管它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Max Pulling 實際上我們還是可以用一些什麼 加權平均的方法 舉例來說 我剛剛不是講了 B動詞你看到 你就希望它權重小一點 對不對 你在組成最後特徵項量的時候 你可能會希望B動詞的權重小一點 癌症的權重大一點 那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幫助我們做模型的可視化 好那我們要來講注意力機制 我們要先了解我們人是怎麼看單字 怎麼看一個句子 好來張大俊 念一下 下面這一段念一下好不好 你在講這句話你有造了自念嗎 你可不可以造了自念 你試著造了自念好不好 好 好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你念正確的順序比念困難 比念你重組後的順序還要慢得多 對不對有沒有人要挑戰的 好有沒有人要挑戰的 就是你看看你看剛剛那個張大俊他念 那個就是我們想像那個順序 是不是念的超快 但是他念他真的照著念你發現 哇這個這個難度可高了對不對 張大俊你應該感受到難度吧對不對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這代表是其實我們在看東西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看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 這個可能會去上英文課 英文的閱讀課啊或什麼 教你考托福 教你考多義的東西啊 他們都告訴你說請你看字 不要一個字一個字看 請你抓重點看 你看你在看你熟悉的語言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就是抓重點看 你根本就沒有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看啊 你是一瞬間看完之後 你又重組完了 然後你就得到一個概念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的意思嗎 所以說我們的LSTM設計是不是有問題 他是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看 但我們其實不是這樣看的對不對 我們其實是先把重要概念抽取出來之後 再高階重組 重組完之後我們給他一個意思 然後這個意思 我們再去做進行應用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這邊想告訴你們就是 其實 真的 單字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看 好 那我們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注意力 我們要怎麼產生各單字的權重咧 我們可以 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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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itation 這個 這個 我 我是在另外一節課 有教大家的 就是 那個 實作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沒有看過 這個部分我們直接跳過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看下面這裡 注意力機制 也就是說這個單字 他可能比較重要 這個單字可能比較不重要 那在這裡我就要給他一個權重 這個 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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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個數字告訴我說這是多少這是多少 那我再把這些數字做Softmax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相加百分之百的數值了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就可以相乘 相乘之後再累加 然後最後就輸出 這樣子這個東西 這個上面這個結構 就是一個Attention Machining 的注意力機制 這個注意力機制可能會 比較接近我們 人類真的在理解 語言的方式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我們真的不是看順序的 大家知道我要找那張圖也是 不容易啊 這個 這個找那張圖你會發現其實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看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把注意力 知識弄上來其實不會很難 你看我們 本來我們的GRU 出去就是MaxPooling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GRU 先經過一個Convolution Radio Dropout再Convolution Radio Dropout再Convolution完了之後 你的數字成1 你現在每一個單字只剩下一個權重 然後接著你做Softmax 做完Softmax 這個Attention Score 跟GRU 做相乘變成Weight GRU 然後再把它累加起來 變成Pool One 這整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Attention Mechanism 我們前面這個部分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特徵向量 經過一個運算 得到一個權重 這個權重 我們全部得到以後 我們把它累加起來 最後得到我們的高階特徵向量 最後再做這個Logistic Prediction 好我們把這樣的結構一樣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到這裡來 複製貼上 誒結構在哪 在這 複製貼上 它稍微長一點 但是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 好這些東西弄完之後 我們一樣啊 請你進行這個 模型的這個預測 好一樣我們放讓它跑一下好不好 那大家再貼一下到這裡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我們一樣來 看一下我們的Performance 現在變成怎麼樣 好稍微下降一點 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好對不對 好這個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下降一點 這個呃 下降一點 有時候就是 呃 根據不同的任務的時候 下降或這個上升 這個有時候就是要試的 好 可是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Attention mechanism 到底有什麼用 實際上它有一個最重要的用 就是 剛剛那個權重 剛剛那個權重 我們 中間有得到Attention Attention score 那個Attention score 是不是告訴我每一個單字的權重 對不對 他會告訴我有些單字百分之九十 有些單字百分之二十 有些單字百分之二十 那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大好處喔 如果我知道每個單字的權重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是哪個字在貢獻這個預測的 就我到底是依據什麼 去得到癌症的這個判斷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欸他其實是有用的喔 那我們這一次練習體制 希望 你把這個 就是 你把這個就是 LSTM 的 這個 Attention mechanism 的這個 東西 把它拿來 用在一個新的病例裡面 假如說 一樣這兩串病例 我希望這一串病例 顯然是個癌症病例嘛 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他到底靠的 看的是什麼單字 你試著去瞭解一下 每一個單字的權重分別是多少 那這個 這裡勒 這顯然就不是癌症的病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他 怎麼去決定他 不是一個癌症的病例 這樣可以瞭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就是 給大家 這個這個我看 就是大家 要做這個也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就 等 那給大家大概 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 自己貼一下後面的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 就是練習好不好 就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你想要用的話 如果你training沒有完 你可以下載這兩個model 那 這個 你可以直接把它關掉 下載這兩個model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實際上 上一節課 我們有一個函數 叫rong to right 對不對 這個rong to right 我們現在需要用它 然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這裡 我們需要剛剛那兩個 這個喔 就是那兩個字典檔 那兩個字典檔 要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呃在data這裡 這邊有兩個字典檔 這兩個字典檔 你一定需要 你需要有它這樣子 這兩個字典檔 你可以自己更新啊 就是 哎我我不要 我不要把它點開好了 這個點開有點下 就是 反正就是裡面 有哪些單字是 可以的這樣子 好那你可以把它run完之後 呃你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病例 然後你去產生rong to right 好覺得來說 我們最後 我們還是需要一個mypredict 這個mypredict函數 這個mypredict函數非常特別 我們需要拿到裡面的attention score 跟實際上它最後的logistic output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東西輸出 讓你可以得到那個答案 那你需要得到你的model 好那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就是 呃 你的這個 呃我們要怎麼利用這兩個函數 好我們首先 先把我們的discharge note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好複製下來之後 我們得先經過這個rong to right 這個函數 好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得到的是什麼 這裡有好幾個單字 這是我們new text 對不對 這是我們這個 拼寫校正過後的新的這個字 然後這個是original text 然後這個是 第一個單字它對應到的 這一個字 第一個字元到第14個字元 一時類推 好接著你可以把它 弄成這個distract 因為我們的input是200個長度 所以我們先 把無論如何 我們都先把它弄成這個200個長度 都先補0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我們得到了一個 我們新的 這一個 好看到了嗎 它裡面有一些 它前面就有一些單字了嘛 對不對 這是第10萬多個單字 這是第二個單字 這是第幾個單字 這樣一時類推下去 好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東西 輸入我們的mypredict model 好輸入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predict list 你可以看到這裡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的attention score 這裡是我們的attention score 這裡是我們的logistic output 他說他99%是癌症的病例 這個沒有問題 好不好 好那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attention score 我們的rbind 我們把它看一下 你可以看 第一個單 我們來看他主要是依靠哪個單字做預測的 欸 怎麼都沒有在上面 他沒有依靠這裡的單字做預測欸 或者我們run的 我們run的太多了 我們run的5好了 8我們看一下好了 這邊出來了 至少大部分是靠他 剩下還有靠一些空事員去做預測 但是大部分是靠 這個單字去做預測 這樣可以看到吧 至少他是 10的-7四方 別人都是10的-10四方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第二份病例的話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用 那我這個第二份病例就不做了 好不好 所以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他大部分是靠這個單字去做預測的 那我們大家可以理解 他是對的 因為這個單字就是癌症的病 癌症嘛對不對 看到這個單字 你說 我們就決定說他是一個癌症病例 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啊 好 那如果你用html語法來highlight分類結果的話 你可能需要這個函數啦 那 這個函數 我們來 我們來這個 我們來稍微 用一下 這個函數不是重點 這個函數只是可視化而已 就告訴我們說 實際上是怎麼樣做的 然後我們試一下 好 如果你這樣 弄完之後 你應該會產生一個這個 呃 testhtml 這個函數 然後你可以 把它open出來 好 你看到 他就會把我們剛剛那個單字 把剛剛那段話最重要的字 把它highlight出來 這樣可以吧 那 你看他就是 他是依靠這個單字去做的 那這樣當然是沒有問題 好 那 我想 這一個就是 attention score 帶給我們好處 他可以給我們一個權重 那個權重 可以指引我們 給我們一些information 好 那 今天這個樣子啦 我們還是再讓大家 就是 稍微貼一下 我希望你們可以 直接 run 完整個過程 讓你們知道 attention score 的好處 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先 我們一樣先暫停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最後要教大家 循環神經網路 這個循環神經網路啊 呃 是我們要面 就是我們要面對 呃 輸出一句話 最後的一個工作 好 我來跟大家講 我在講什麼事情 啊 我們現在 這個我們的 呃 input 我們的 input 我們現在已經 很多種類都可以接受了 可以接受圖像 可以接受文字 對不對 對不對 欸都可以了 那 文字如果輸入不定長度 可不可以解決 也沒有那麼難解決嘛 反正我就 這個 反正我就給他比較 就是 呃我就補零就好了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那 輸出不定長度 這是不是就困難 如果我今天要 我今天想要做的AI是 我問他一句話 他就要回答我一句話 那我輸出的長度 是不是不特定長度 那是不是就很難 那還記不記得我們怎麼去解決 這個 物件識別任務 我們輸出了框的數目 不定數目 我們怎麼解決的 我們解決的方法是 我們給他輸出非常多個框 非常多可能的框 那我們刪掉不想要的 可是畢竟圖像的範圍就是有限嘛 對不對 我輸出一段話 這段話搞不好我會非常長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去輸出一個非常長的 就是 一句話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說 來 來你仔細觀察一下LSTM跟GRU的 呃結構 你可以把它視為一種 無限延長鏈式結構 他具有無限延長的特性喔 因為他不斷的 而且他不斷的輸出的時候 他都可以把他的 這個就是 把他的這個就是 上一代的記憶把它帶下去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無限延長的結構 那這樣的 輸出在做輸出任務的時候 我們可以故意令 這個 舉例來說我們 輸入的是X0對不對 那我們輸出H0之後 那如果 我把輸出的H0 當作是 X1 再輸出一次 舉例來說我們 輸入X0 我們輸入了 我 然後我 我們輸出 我輸出我 我 是不是 我輸入我 我輸出了一個 呃這個 單字 舉例來說 我愛好了 好不好 我愛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愛也輸入下來 然後再結合一下 那也許他就會輸出你 那 或者是什麼 這個 老師上課上的很好 老師上課上的很好 我們可以這樣 連續輸入嘛 對不對 那我們輸 我們輸入一個單字 輸出 就給我下一個單字 那我就把下一個單字 再輸入 再當作一個新的輸入 輸出 輸入我們新LSTM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輸出下一個單字了 好 如果你現在聽不太懂 我在講什麼的話 我們現在給大家一個範例 這樣大家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 我們現在給大家做一個單字的訓練 也就是說 我現在輸入的是一個字母 英文字母 我輸入一個英文字母 我要求他寫出下一個英文字母 這個東西 如果有長期記憶的話 他就會有能力 輸入一個 英文單字 輸出一個英文單字 好我們來試一下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要先把 字母轉成編號 來請你看一下這個語法這裡 這個語法這裡 好這邊有個叫 make data 這一個 這一個函數啊 這個make data 這個函數你不用管它 你只要看我們這一個 data prepare prepare 這個 這個物件裡面長什麼樣就好了 好這裡面有一個 這個dic 這個dic告訴我們說 這個字就是1 這個是2號 這個是3號 這個是60號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東西 裡面第一份 他就是 他把這個 你可以看到了吧 我把每一個每一個字元 每一個字母 換成了一個 號碼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我現在就是輸入一串 他就是這樣一串連續的 連續的這個字符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現在希望我輸我的 model可以接受什麼呢 我輸入幾個字 然後他就把後面的給拼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啊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現在來training一個model 這個model 我們的input 就是前面幾個單字 那output就是後面幾個單字 我們來測試一下 他到底的會長成什麼樣子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input 是不是 200個 單字 就給我200個英文字母 input是200個英文字母 那我們的output呢 是下一個 下一個單字 他是什麼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我的output 那為什麼這邊會有60 因為他是60個零跟一 因為我要知道說 因為我最後輸出是60個 這個零跟 就是60個零跟一 我要做softmax做output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定義一下 我們的model architecture 那我們來過三個GRU之後 linear output linear output之後 我們要輸出長度為60的喔 然後最後softmax 好那 注意一件事情 在這裡 我們的inverse 一定要false喔 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 我們不能夠用下一個字 預測上一個字 因為下一個字還沒出現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只能夠用前一個字 預測下一個字 那注意一下 我們在這裡優化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addon 好那我們可以開始訓練模型 這個模型可能要訓練一陣子 這個模型非常好玩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親手訓練這個模型 從頭貼到尾 開始訓練這個模型 這個 這個模型真的非常好玩 因為你可以打幾個字 然後就讓他一直預測後面的字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讓大家 就是貼到這裡為止好不好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只training20代 如果你覺得 不夠的話你可以再training 好不好 你可以training久一點 好那我們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模型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啊 欸這兩個 這兩個函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是要拿到他的 GRU的 Inference Sale 這一個 這兩個函數齁 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 就是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這個 這兩個函數不好寫 好你現在這兩個東西都有了以後啊 好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model的威力好了 好你看喔 我現在輸入 Denocasinoma 他後面的自己幫我拼一些字出來的喔 好吧我們再輸入一些其他的好了 就來說 CH好了 看一下他會出什麼 CHT 這個 好不然我看一下CHRONIC好了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ith rhea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欸 他好像輸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就是他可能沒有辦法 做很長期的這個預測 就是 他可能輸出100個字元 對他來講太難了 他記不住 但是他至少你輸入單字 他會知道下一個單字是什麼對吧 那我們輸入cardiovascular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cardiovascular他會接什麼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ith relat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這個好像 看起來 也不是很好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不要輸入Hot好了 Hot value 看一下 他會不會出來 呵呵 他好像 他好像就是 就是這個模型啊 就是 他會 就是至少 你看你輸入 你先 那我們不要輸入T看一下 欸 他真的是 也是 有點差欸 我們這樣看好了 他value 看一下後面什麼 呵呵 好啦好啦他訓練的 沒有非常好 但是 這個沒有非常好 跟出來亂馬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至少他有辦法拼出單字喔 所以 你們可以再訓練久一點 或者是你們可以把自己的這個 字典喔 我剛剛是用病例嘛 對不對 你們可以改成自己 覺得喜歡的文章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你們可以 這個 你們如果覺得這個 這個莎士比亞文章 你們非常喜歡啊 你們可以多放一點這個啊 然後看看他會寫出什麼 然後你可以幫他 你可以寫一些開頭 那你就後面他就會幫你接 認為有這個莎士比亞風格的這個 這個文字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再換個講法 你也可以輸入很多 這個 碩士論文啊 對不對 那你打 或者是博士論文啊 你打幾個字之後 他就後面就會幫你打 但前提是你要先拿到那麼多 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的電子檔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這個 這個模型啊 基本上還是 基本上還是算有趣的啦 這樣好不好 就是幫你 你只要開個頭 後面他就幫你打字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我們等一下還是會給大家時間 就是讓大家練習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是 就是自然語言的課程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這 這學期基本上就交到這裡了 你應該學到了很多 就是很新穎的這個 深度學習模型 這些深度學習模型 可能跟你以前認識的 你可能就更 就是有上這個課 好處就是 你就更認識他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會了解他的極限 你會知道現在有哪些技術 可以拿來處理哪些事情 那有一些領域 像是自然語言處理 你應該感覺出來 他還有非常多 要被研究的空間 像圖匠分類 那鐵定是已經很成熟了 對不對 那物件識別呢 也相對成熟了 那深層模型跟自然語言處理 那都還 有非常多進步的空間 好 那我要跟你講一下 LSTM 我們之前做的 是直接把它相加對不對 那 你想想看 其實在 residual net出來之前 當時大家用的是 highway network 他用的方法跟LSTM很像 一樣 我產生的這個東西 我要乘上一個數字 再加上1 減掉這個數字 然後 再把 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合併 那 highway network training的效果 當然是不如residual net來的更好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為什麼residual net 會比highway network來的更好 因為residual net 他是直接加殘插進去 對不對 之前我們在第六 我忘記第幾課推導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T度消失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解釋了 highway network的想法比較直覺 我要保留百分之一定程度的長期記憶 跟一定程度的短期記憶 這是follow LSTM的work 但是這樣子就解決不了T度消失 想法很好 可是training不出來 而這個想法 其實他是training的出來的 他直接解決T度消失 他直接把這個東西當成是額外的東西 保留百分之百原始訊息 然後不斷的把訊息往下加 這才是成功的地方 好 那我要想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你可以去 了解各個不同領域的發展 你就可以把那個領域的idea 把它放到你想要研究的領域裡面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去了解其他的 額外領域的這個知識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想就是我們上課就上到這裡了 那今天等一下就留一些時間 期待大家可以自己產生一個自己的那個model 你如果先他不準 你就多訓練幾代 好不好 那這樣子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準的model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